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杜华说 那么这个视频我们继续来分析英超 这里准备了有三场比赛 三场比赛是布伦特福德对南安普顿 艾弗顿对博恩茅斯 以及伊普斯维奇对富勒姆 这三场比赛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认为主场比较有优势 比如说布伦特福德对南安普顿 虽然说布伦特福德 也输给了这个曼联 可是南安普顿的状态更加差 他从英贯升上来之后 还没有找到这个适应度 目前来讲 个人比较看好 主场的布伦特福德 可以取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比分推荐1比0 2比0跟2比1 第二场是艾弗顿对博恩茅斯 博恩茅斯最近的表现 我觉得会比较好 因为有很多的产次当中 能够看出他的对抗性 可是这一场 我觉得艾弗顿有保评真胜的机会 目前艾弗顿在联盟当中 是垫底的存在 他又回到了每一年的保级的主题去了 所以每一个主场 布伦特都会比较珍惜 说错了 是艾弗顿 艾弗顿都比较珍惜 所以个人是比较主观的 他就倾向于这个艾弗顿 这主场1比0 1比1跟2比1 第三场是伊普斯维奇对富乐姆 伊普斯维奇上一场比赛是英联杯当中的 点球输给了对方给淘汰了 也有进两个球在常规时间中 所以伊普斯维奇进攻的话呢 也还是还是蛮不错的 可是这个客场的富乐姆呢 我觉得从整体实力来讲呢 要比要比这个伊普斯维奇 会更加的就是老辣一点点 更加有把握性 虽然说这一场主场是伊普斯维奇 但个人稍稍看好客场的富乐姆啊 就是这三场比赛呢 有两场看好主场 一场看好客场 比分是0比1 1比1跟2比2 有可能会握手言和